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修建了简易的堤坝 然后围起来一圈来储存雨水啊 或者一些水沟里的水啊山水啊等等的 这水塘的主要作用呢 就是灌溉啊养殖啊 包括洗衣服啊 这个案子咱们得从2018年说起 湖北省早阳市吴甸镇田台村 有那么一处特别偏僻的宴堂 这处水塘呢还真不是人工建的 而是一处天然形成的 这个地方啊就在村子背后啊 一片山洼里边 这个地方因为太偏僻了 也没人用它 所以呢人们就跟这儿叫鬼宴 各种各样的离奇的说法也都有 什么神了鬼了的那些故事啊 反正传的挺玄乎的 这64岁的老冯 在两年之前也就是16年的时候 把这处鬼堂鬼宴就给承包下来了 当时很多人呢都劝他 你说你承包那干什么呀 你胆子可真大鬼宴子嘛 你也敢包啊 哎你知道为什么叫鬼宴吗 那水里边啊有东西 哎听没听说过呀 一到晚上那水里可就有那种奇怪的声音啊 你问问咱村里边大人小孩 谁敢靠近呢 64岁的老冯呢 人家也有说法 你说这水里有东西 有神的有鬼的 我比你岁数大 我能不知道吗 现在是什么年代了 还信那个呢 甭管怎么说吧 这鬼宴周围啊 树也是特别的多 特别的茂密 杂草也长得特别的高 这个地方也没人来 慢慢的可就成了村子里边的禁区了 这老冯啊 就不信这一套 16年可就看中了这块宴堂了 决定啊 连着这宴堂周边的土地 一块承包下来 种点玉米啊 种点农作物什么的 老冯从来不信这水里会有什么东西 然而怎么也想不到两年之后的一天 这水里啊 还真有东西了 18年8月份的一天 老冯呢 来到了这鬼宴 下网 下网干嘛呢 因为小孙子呀 要回来过暑假来了 准备抓几条鱼 回去呀 给小孙子炖鱼吃 可这一网下去 老冯就觉得这水里边 有什么东西把这网子给卡住了 感觉特别沉 这鱼网呢 根本拉不动 因为鬼焰 他不深 老冯呢 就好奇啊 就直接下到水里边用手去摸 不大一会儿 还真从水里啊 拽出一物件来 一个大麻袋 那麻袋呢 鼓鼓囊囊的 那麻袋啊 有破洞 从破洞那儿 隐约能看得见里边 好像是人穿的衣服 老冯更纳闷了 谁好好的把衣服扔这干嘛呀 也不对呀 衣服怎么那么重呢 他呀 就使劲的扒了那个破洞 想看个明白 这一扒了 哎呦 我的个怪怪 一颗人头 可就从那破洞那儿 给出来了 老冯吓得呀 转身撒丫子就跑啊 浑身上下 在那儿是哆哆嗦嗦 发生这样的事了 赶紧报警吧 接到报警电话 警方立刻出发 再去案发地点的路上啊 警车都差点迷了路 您各位就想这个地方 到底有多偏僻 别说是这鬼燕偏僻了 本身这田台村就很偏僻 在导航上啊 在当年啊 都找不着 等公安来到现场的时候 村子里边啊 早就传遍了 说这鬼燕啊 竟然捞出来死人了 有一麻袋 装着恐怖的东西 那老冯啊 还从那麻袋里边 给扒了出来一颗人头 警察到了之后 把这麻袋解开 发现这麻袋里边啊 除了一些衣服 还有八块大小不一的石头 还有一堆人体的白骨 法医呢 在岸边立刻进行了拼接 确实拼出来了一具 完整的人体骨架 警方这么一看 八九不离十 这肯定是一起命案啊 看这骨头吧 已经高度腐败了 一丝肉也没有啊 所以法医啊 初步判断 这尸骨沉湿水底 至少十年的时间了 麻袋里边不是有石头块吗 最大的一块 重是十五点七公斤 看了看这石块的质地 还有这鬼燕周边的石块的质地 做了一下对比 是一样的 由此可以推断 当年凶手就是在这 就地取材 就是陈石用的 这死者的上身呢 穿着一件化仙质地的西装 下身的裤子上啊 还砸着一根皮带呢 脚上蹬的是一双解放牌胶鞋 袜子还破了 有补定 通过这些衣物 警方就判断死者 应该不是外地人 就是附近的村民 在对尸骨进一步检查之中 法医又发现线索了 死者的左大腿的那骨头上啊 有陈旧性的骨折伤 换句话来说吧 这个人很可能生前走路 会是一个跛脚 应该是中年男子 身高呢 一米六二左右 左腿啊 有点薄 失踪十年以上 这是从这具白骨里面 能够分析出来的信息 那么警方就根据这些信息 立刻进行了走访摸牌 果然在村子里边有村民呢 就说起来这么一声 说原来我们这儿啊 真有一个人 走路呢 有点跛脚 长得呀 是又瘦又小的 他叫李忠 十年前呢 跟他媳妇吵架 离家出走了 现在没回来呢 我记得当时 好像是说 他走之后的是第二天的 第三天的 他媳妇 对了叫魏秀芳 还有他小叔子 李平 就李忠他弟弟 就去报案了 警方啊 立刻找来了当年的报案记录 当时警方也调查了一阵 但没有什么有价值线索 哪哪都找不着 现在这十多年过去了 李家人呢 早不在村子里边住了 都搬去镇上住了 原来李忠 在村子里边那老宅啊 也都拆了 于是民警立刻到镇上 找到了当年的报案人 李忠的弟弟 李平 李平跟民警呢 就说了这么一怪事 我哥失踪几天之后啊 我们就都接到了 我哥打过来的电话 可电话通是通了 就没人说话 然后就又都挂了 本来呢 我们挺担心我哥的 虽然也奇怪吧 给他回 也不接 但是就想着 既然我哥能打电话过来 应该也不是有什么大事 后来呢 也就都安下心来了 当年报了警之后啊 你们警察 也调查了好一阵 也没发现什么情况 这案子呢 也就这样了 不过说实话 同志 我这心里边啊 一直觉得 有点不对劲 十年了 我哥就算去外边 打工去了 怎么着 也得烧个心回来吧 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啊 我怀疑啊 我哥 是被人给害了 十年之后 面对来了解情况的警察 李平呢 就说出来了 他心中疑惑的地方 而且 他还有怀疑对象 那这李平怀疑谁呢 当年发生过怎样的事情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李平始终就感觉 哥哥李中失踪的很奇怪 他呀 就总怀疑 哥哥被人害死了 并且 他还有怀疑对象 而这一切呀 都得从当年田台村的一个流言蜚语说起 田台村可不大 人家呢 也不多 当年在这村子里边啊 一直流传着这么一个丑闻 这丑闻的主角 就是李中他媳妇 魏秀芳 魏秀芳16岁的时候 就嫁给了李中 李中呢25岁 俩人结婚之后啊 生了两个女儿 魏秀芳呢 在当地来说啊 长得算是年轻漂亮的 李中呢 一开始很满意 很高兴 可是后来过了几年 他就感觉有点引狼入室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李中失踪前几年 李中和同村的一个人陈达 算是认了干亲了 这李中的女儿啊 跟陈达喊干爹 就这么着 两家人有了干亲这层关系 交往呢 越来越密切 说谁家干活缺人手了 那准点去帮忙去 说谁家请客要喝酒啊 哎 两家呢 谁也不会忘了对方 可是随着陈达 去李中家去的越来越多 有村民可就传言开了 说你们知道吗 那陈达呀 跟魏秀芳啊 有那种关系 一开始呢 大伙啊 还都避讳着李中 不说这事 但纸包不住火 时间长了 这流言呢 还是传到李中耳朵里了 弟弟李平啊 也跟哥哥说 哥 早点带着嫂子 带着侄女 搬镇上来 别让我嫂子 跟那陈达来往了 而李中呢 他的态度 却有些让李平感到意外 也不知道李中 是因为没确凿证据啊 还是感觉家丑不能外扬啊 他呢 就只是私底下里 跟妻子魏秀芳说了一句啊 说以后 你别再跟陈达单独来往了 这让乡里乡亲的看见 你话也不好听 李中说的是什么呀 别让魏秀芳跟陈达单独来往 但两家人还是照常来往的 请客吃饭啊 肯定得把对方给叫上 所以啊 当时村民们也都纳闷 既然大伙都说有事 怎么这李中跟陈达 还好得跟亲哥们似的呀 2008年 11月份一天中午 这陈达呢 又邀请李中一家人呢 去喝酒 李平说呀 那天酒过三巡之后 好像是有点不愉快 李中跟魏秀芳 气呼呼的回了家了 第二天 这李家人呢 就听魏秀芳说 李中呢 跟他吵架 一生气 李家出走了 又是这个陈达 又是因为吵架 现在警方 在听到这个名字 在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心里边基本上有了答案了 不过呀 现在还是得有科学的鉴定结果 就在警方找到李平的同时 民警呢 也找到了魏秀芳 对他进行了询问 可这个女人呢 表现的是那种极为抗拒的状态 照理说 丈夫 离家十年都没回来 警方说有消息了 上门问询一下 当妻子的怎么是这么一个态度呢 行啊 魏秀芳 你不不配合吗 没关系啊 白骨捞出来了 法医会进行进一步的尸检 会进行DNA的检测 最终经过DNA检测 确认死者就是失踪十年的李中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李家人呢 难过极了 唯独这魏秀芳 也看不出来难过啊 就情绪很冷静 是一言不发 你再问他什么 还是不说话 显然 这个女人心里边 藏着事呢 但他现在 就是一个三不主义 什么叫三不主义啊 不交代 不反驳 不承认 不说话 那 这可怎么办呢 警方决定 咱们呢 换个突破口吧 魏秀芳不是不说话吗 咱们把这陈达叫过来问问吧 还别说 陈达的这心理素质啊 还真不如魏秀芳 一到公安局 民警汤汤汤 一说这个事 陈达当时心理防线就崩溃了 自己啊 就撂了实话了 他说呀 他跟魏秀芳 的确有私情 而且 他们俩之间 这段苟且的感情啊 一直保持到了现在 当年呢 有一回他们出去 那回陈达是开着拖拉机 接李中 跟魏秀芳 去喝酒去 回来的路上啊 陈达喝醉了 只能是坐到 那拖拉机的后斗上 李中呢 开着拖拉机 那道 他不是颠簸吗 坑坑洼洼的 所以陈达和魏秀芳呢 时不时的就挤到一起 反正就有了肢体接触呗 也不知道是怎么的 反正就上了酒劲了 陈达呀 心里边确实 一直也是垂涎 这魏秀芳的美貌 趁机就悄悄的 抓住了魏秀芳的手 照理说 这陈达耍流氓 自个的老头在前边呢 魏秀芳 那得反抗啊 但魏秀芳呢 一点也没反抗 哎呦 俩人在那拉拉手 互相眉来眼去的 李中 在那专心的开着拖拉机呢 哪想到啊 就在自己背后 这一男一女 这就好上了 从那以后 这李中啊 跟这魏秀芳 只要一有功夫啊 一有机会 就得行他们那苟且之事吧 一发不可收拾了 过了没几个月 村子里边啊 那是流言四起 李中呢 也听说了 但是啊 他始终没有当众发作过 那他真的是那么心大吗 无所谓吗 其实也不是 打那以后 李中表面上云淡风轻的 但是只要回家喝醉酒了 对妻子魏秀芳 那是又打又骂 当然了 只要跟陈达单独见面的时候 也很暴躁啊 不是骂 就是打 反正俩人呢 就掐到一起 一开始魏秀芳跟陈达呀 就觉得咱李亏呀 是把忍气吞声的 可时间久了 俩人都恨上李中了 更何况有李中 俩人干什么事 也不方便呢 就打算呢 要报复李中 案发那天中午呢 陈达请李中去喝酒去了 酒足饭饱 李中啊 又想起来俩人坚情那传言了 可就又不痛快了 回到家里夫妻俩 又吵了一架 这时候魏秀芳决定 我要下手了 给陈达打电话 让他送过来了毒药 并且做了李中最喜欢吃的凉拌牛肉 把这毒药就拌进了牛肉里 李中到了晚上酒也醒了 哪知道饭菜有毒啊 踢了秃噜的 把这牛肉啊 恨不得全都一个人吃光了 吃完以后不准备睡觉了吗 药性可上来了 李中就在那开始吐 陈达呢 已经藏在门外了 一看这李中可能不行了 但万一他要死不了怎么办呢 于是进到屋里 到了床前用被子 把这李中就吐死了 杀完人 三晶半夜了 陈达就想起来 哎呦 把他扔哪儿去呢 对呀 鬼燕 没人敢去呀 就扔那儿吧 为了故弄玄虚 魏秀芳还在几天之后 用李中的手机 拨打亲属的电话 让亲属感觉 李中还活着呢 所以啊 这起案子本身并不复杂 但因为当地有鬼燕 各种啊 光怪陆离的传说 导致当地人没人敢去 这起案子才能一直尘封十年之久 也得亏是老冯胆大 承包了那处鬼燕 也得亏是老冯 要给小孙子抓鱼吃 这才让这起案件真相大白 行了 这个案子就为您讲到这儿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吕鹏大案祭食 中外最案实录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再会 她在做周围没人了 棒把刺合 李中華 没准备